大家好,我是菲菲Daddy 今天影片介紹一下平時很有趣的事 可能你有沒有試過在家裡工作的時候 對著電腦,妹妹就突然離開了 坐在大腿那裡 跟你說我們一起工作 有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有時候我會當作親子活動 跟妹妹一起學電腦 其實是在一起玩,一起學習一些東西 那我會怎樣做呢 其實我試過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像上次上一段影片說過Scratch 都會試過的 但他們對於控制老鼠來說 可能K2來說太小了 都是做得不太好 最後我反而用了一個 真的六十年代 在大學我都教一些小朋友用的Logo 因為這個Logo 以前主要是中一 就是很多年前的大學 這些中學會教的 我們用了這個 因為它主要用鍵盤操作 就比較容易處理 好了,我們事前準備 可能會去某些中學會 某些中學會 我們會去某些中學會 某些中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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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做一個ISO認證 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 某些中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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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這一個 好了,我們就正式 做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怎樣跟小朋友 去練習一下 我這裡就先進去 其實我們可以由頭來過 安裝了之後 就喜歡執行它 如果你是FMS的 那個Logo 你可以在Menu選擇 如果你是巴羅特園裝過 就可能要出到 Darketree 打Logo 好了 其實Logo的意思 其實我們以前 教一些小朋友 控制機械 人下冷虛 如果你去Apple Store 有時候上課會看到小朋友 玩的都是類似的 你看到這裡有圖畫 這三個人 他們的圓著 就叫做龜仔 海龜仔 我們教海龜仔怎麼走 就可以畫了一張圖畫 舉例 我們打Forward 100 這樣就會向前 100格 對 那 White 就是轉角度 可能用90度 轉90度 再向前 走100格 那 因為它在畫 它走的時候 它會留下一些線 在這裡 那你會看到 畫了一個直角 就在這裡 好了 那我們先畫這個圖形 先 好了 好了 畫完了 但是這些 這樣做 真的 這個程序 就是畫了這三個形 現在我們看到 我現在的對象是K2 那我會怎樣做呢 我就會靜悄悄 做了一些圖案先的自己 那我現在就 這些圖案的程式 我會在下面 那段影片的下面 就會翻出來的 那 我打了它的語言 預先 那我就 X 錯了 等一等 先 Low 那我預先 就做好了 那 它主要做了一些 主要做的圖案 用回剛才這個上面 可以看到這些程式 的字眼去做一些圖畫的 那我可以說 多一點 除了那些圖畫 剛才你看到那些 要打個CS 其實就是清洗畫面 那我先按一按CS 那我就跟我的小朋友說 因為我已經 故意做好一些圖案 那我就教他了 好了 現在我們 你知不知道我們畫公仔 你也做得到 不是爸爸在那邊 慢用畫的 那 現在我們 知不知道我們想畫星 譬如我們想畫星星 對了 星星是怎樣算 S T A A R Enter 這樣就畫 金星星出來 是不是呀 好厲害喔 那我就會指示他 嘗試去 在鍵盤打這個 Star這個字 然後按 收入鍵 那他呢 通常我們要找這些字 比較久 那我就提示一下他 或者他就可能 開啟的鍵 那 這個時間 可以加上 Back Space 改回這個 那他們呢 做多幾次 打Star 再畫一顆星星 再打Star 再畫一顆星星 的時候呢 他們就覺得有個成功感 覺得 喂 原來我也做得到的 那 還可以串到字 對啦 那我做了好多幾個 Stars House 那我就畫了這間 龍 這樣 就叫他一邊打 一邊串 那我們一邊一起玩 這樣 他又一邊打字 又串 那他玩到第三四寸 他就會把我的手推開 爹 你不要提我 我會串這個字 那他就會串出來 再按Enter 然後畫這個小空 那我們就這樣玩 然後畫完這個小屋 之後呢 可能我們會打印出來 然後我們一起填 這樣呢 就會連出來 在家裡的壁布板 就當成一個 動作 這樣做 好了 我們做完這部分之後呢 那其實呢 我們除了這樣做法之外呢 我們呢 第二課呢 可能呢 我們再做多一點點東西 那譬如呢 平時我們也有做的 真的 就現在他的K2 開始可以計加數 都懂得 那我就問阿VV 嗯 1加2 等於多少 那他數手指 畫給他3 那我就跟他講了 啊 其實這個電腦先生呢 他都懂得做的 那怎樣做法呢 那我畫在這個版面 這裏 打一個指令 告訴他 我們要計數了 那他的指令就是PIN P-R-I-N-T 那他亦都會 懂得打 就是練幾次 跟他講 慢慢教他 然後呢 困難一點就加好 那我們都 我都 Perry都做到的 都打到加好的 那啊 就打2加1 好啦 接著我叫他不要按Enter 你計算 告訴他 現在是多少呢 那我們一起在數 你計算了 好啦 我們計算了3 那我們對一對 對不對 接著呢 按輸入仔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又是另一個活動了 那呢 其實呢 大概他 發了近個公仔 計加減數 那他們以他們的年紀 通常來的 做10分鐘左右 就開始累了 就開始酸著 即是散了一點的 那我們就不用迫他們再玩 我們其實可以 最主要 因為其實平時就 很多家長說 不要讓他搞電腦 不要讓他搞電腦 但其實很多時候 你在他做事的時候 這樣他 走過來 跟你一起黏著你玩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 推開他 不是一個辦法來的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樣 這兩個課堂 暫時去玩一玩 練習 學到穿指 計算 還有一些簡單的 鍵盤操作 其實這些東西 對於他來說 都是有用的 那希望大家 喜歡聽這段影片 謝謝 多謝 拜拜